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亮点 那么今天的关键球员比较 刚才这个你知道也讲到了洛瑞的情况 今天洛瑞的发挥好坏 对整个全队的一个攻防转换 都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当然对方的这个二堂家 维斯布鲁克也是如此 在比方说杜兰志这一点火力很猛的情况下 维斯布鲁克如果说能够基于一定的支持的话 那么会使这支球队打起来更加的顺强一点 维斯布鲁克得分上面 场景得分还是要超过了洛瑞 维斯布鲁克目前的场景得分的是将近23分 这次也是被选入了全明星的替鼓阵流 场景助攻的是5.74 当然这个球队中的大当家杜兰特 毫无悬念的被选入了全明星的阵流 博瑞 场景得分的是14.57.74的助攻 两次的抢断 在比赛中啊 他不仅有穿针引箭能力 进攻也比较的犀利 突破能力也非常的强 好的朋友们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张比赛呢是在丰田中心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体育馆场所呢 进行 其实呢姚明在这里跟他的队友呢 共同的是作战 在这里也是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 看看在姚明退役以后 火箭队啊 这个赛季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大家必须还是非常关心 这队球队的一个发展情况 各位现在收看的是白石同杰文 同行将为您带来的新一轮的比赛 火箭队今天在主场 丰田中心迎战对手雷霆队 今天比赛的评论员是李秋平 我是王东 比赛已经开始 来看看第一波球权的控制 雷霆队 今天是身着蓝色的运动山库 转身 维斯波罗克 好的 还是被对方 使此的将队就给删了出来 戴伦波特 再来 三次去 这个也是空中下来一个作业 没有成功 帕森斯 帕森斯 李秋平老 作为一个新秀来说 这个赛季打起来还是比较敢拼的 对 因为从这个赛季 这个年轻拳应该说打得不错 现在经常作为一个首发 没错 参考球员 帕森斯 就分给洛瑞 被对方给差点阶段 刚才你也讲到这个 维斯波罗克的速度非常快 对 一旦球被他是启动下来 真的你很难防控他 启动速度快 弹跳也惊人 罗瑞 帕森斯 好的 这是斯科拉在内线里 此得手 领主角 斯科拉他跳跳步去看 但是脚步非常的好 是 防守的幅度也很大 真的也是一位干篮领活的专家能手 帕森斯在防守对方 软特 启动 板线 短了一点 踏子又摘到了后下篮板 表现不错 到前场 再找斯科拉这一点 大法远选一 突破 再分 帕森斯 空中有一个并步的动作 但是球没有进 可惜了 现在看推方要快一点 这边 酷帽有了 哎呀 今天好像雷星队的两波进攻都不是很有效 他们其实进攻的成功率在上一场比赛中 是非常非常的高 打绝世的时候 成功率几乎是命功率到了60%左右 这个时候斯科拉没有传好 他这点 德连波特他一看没传 他转身了 这个传球时间没配合好 还是投不进 第三波的进攻没有得手 一共四次进攻 一次十五 这都没进 帕森斯 一手上蓝 漂亮 广告你 其实主要的得分都是他 两次进攻全部由帕森斯得手 4比0 韦斯普罗特 高韦斯普亚国际 拆开来 还是打不进的 很可惜呀 帕森斯刚才这一点也是没有能够将球投进 白线 马丁 帕森斯 做一个掩护 测语掩护以后 这个球是没有投进 非常可惜 赚了一圈 斯科拉 蓝板 找到了 马丁 好 实际 理想马丁进行的状态还是有些低迷 这段时间你看他真是在比赛中整体看来是出现了一个滑坡的趋势 进这个六场比赛 他的抢军得分从过去的17.7下滑到了7.3 现在一个球员在整个赛季当中他的状态有时候会有起伏 马丁自己也表示他说希望自己能够很快把状态调整回来尤其到了自己的福利啊 通前中心啊这个状态的上升对全队会带来利好的消息 马丁起马射箭的投篮好的 马丁这是强行的出手 要跑投 反观这一端的雷霆队是几波进攻 都是没有能够见效 杜兰克至少是两次出手都没有重力 维斯莫洛克 鸡霆跳投 还是不中啊 带了摩托是摘到篮板 这个雷霆要交一下斩琴了 打了三分半钟了 只一分未得 可不就是吗 到目前为止进攻依然是没有效果 带了姆波特 这个点筹篮不是他的强项 单纯是带球 带球撞人了 进攻反对 这 维斯莫洛克他在选位很好 一看见他 立马站到这位置上 一看杜兰他露了以后 他就事先站在这位置 直直的站在那边